现在开始上课 今天咱们要讲一下截杀 截杀谁知道是什么意思 谁来给解释一下 孙建成 就是利用打劫把关系给杀了 对利用打劫通过打劫来和对方对杀 杀死对方或者不被对方杀死 比如说用打劫来抵抗 甚至于顽抗 都是很好的办法 现在先看一下左上角这道题 这个例题 通过咱们例题先来了解一下截杀 先看一下 这一二三四五颗白子 是不是被黑旗包围了 做不活 只有一只眼 这三颗黑子 被白旗包围了 也做不活 也不可能联络啊 逃出都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面临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状态 属于对杀 有一方呢 肯定要被杀死 那现在对杀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要先看什么 谁来说一下呢 答对了可以加分的 如果你要不举手 回答对了也不能加分啊 刘子孝 对杀先看的是气 没错 说的非常好 先看气 那咱们先来数一下啊 抢答 这个黑旗几气 快抢答 举手 张艺恒 对张艺恒说三气 对我来讲是搜一嘞 是吧 这个初级班就应该会 甚至一起蒙吗 是吧 都可能会 现在是一二三 黑旗三气 没问题 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白旗了 是几气 谁来形容一下 描述一下白旗的状态 白旗 这五颗子的状态啊 李更新 白旗三气 白旗三气 为什么三气呢 怎么来判定它是几气 谁知道 用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方法来判断 几气 李更新回答是对的 是三气 给李更新加一分 但是我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来判断 比如黑旗几气 白旗几气 你怎么来判断 为什么黑旗三气 为什么白旗也是三气呢 这个方法 币欣然 你花几手旗吃掉 他就代表他有几气 没错 币欣然也是回答得非常的完整 他说的是 你花几手旗把它提掉 他就几气 比如说现在白旗 花几手旗提到黑旗呢 一 二 三 是我可以把它提掉了 是不是三手旗把它提掉 对 把它从旗盘上提到放旗盒里面 他就真正的死了 所以黑旗有三气 如果你花两手旗是不能把它提掉的 虽然它跑不掉 我说的是提掉 懂了吗 两手旗能提掉吗 一 二 虽然它是死的 跑不掉 但是不能提 花四手旗提掉 它是不是浪费了 对 你不用第四手 有人说这么提 一 二 三 四 有一手旗是不是浪费了 就第一手旗 废旗 对 废旗没有用 所以真正的就是三气 再看看黑旗几手旗能提到白旗呢 看收旗的顺序 全从外面 一 二 三 是不是可以把它提掉了 所以它有三气 有没有疑问 没有 那现在大家都了解了 判定它几气 也就是说你需要花几手旗把它提掉 它就是几口气 那现在白旗呢 不简简单单的是三气 大家发现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 马英干 黑旗 黑旗 封口 黑旗 立 黑旗 打尸的时候 这里成了个节 对 马英干 观察非常仔细 很棒 坐下 讲一分 这个 黑旗第一手旗 收旗在这里 第二手旗 它再收旗的时候 白旗呢 可以找节 才再提回来 是不是 所以这地方是不是有个节 那这个在围旗里面 这个白旗不能叫做三气 叫做三气 加节 记住没有 如果黑旗 它需要花四手旗把白旗提到 那白旗叫做四气 加节 记住了吗 如果花五手旗才能提到白旗 它叫五气 加节 明白了吧 只要它加个节 它就不是简简简简简简 容易死亡的气形 但这打节 要看什么 谁知道 王一凡 打节要看节财 对 打节要看节财 但这打节 你没有节财 你是不是就根本不可能赢 如果有一方 假如说这个白旗有节财 比黑旗节财多 那黑旗永远杀不死它 那当你吃白旗 收你气 然后黑旗再吃的时候 只要白旗有节财 它找一个随便走一个 你脚一硬 它就可以提回来 它是不是永远就不会死 除非黑旗的节财比白旗多 那白旗就被黑旗杀掉 所以顺便说一下 就是截杀 既然说到这儿了 要了解 打节 要看节财 节财还分大小 比如说 小的节财有一两目的 这个节财相当于什么 每颗节财是相当于一颗子弹 两个人对打 我子弹比你多 你打我一枪 我打你一枪 最后我子弹命多一颗 我是不是把你打死了 但是呢 有的节财太小 比如说两三目的节财呢 够打这种节吗 不够 比如像这种十几目的 是不是就相当于炮弹了 子弹不够格 炮弹 如果几十目的 是相当于导弹 你需要大节财 要超过八十目一百目的 那颗相当原子弹的节财 才可以跟它打 你要找的节财太小 人家理你吗 不理 对 你找一两目的 人家肯定消节 这块肯定不止一两目价值 吃掉白贴的 加上黑贴的 是不是至少有十几二十目以上 所以这个 对 打节要注意 而且呢 在打节过程中 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 就是 大家听说过没有 叫做高手 善打节 低手 怕打节 高手 高手 善于打节 为什么善于打节呢 就是他 总是把节财 事先多少 先算清了 比如说我算了 我要五枚 导弹级别的 节财 还有一枚原子弹 还有十枚子弹 那他胸有成竹了 他再看一下你的火力有多少 你的弹药库里面有多少个子弹 多少个炮弹 多少个导弹 多少个原子弹 那他胸有成竹了 他认为他各种弹药比你多的时候 他是不是才发动这个节 才跟你打 这高手 他总是胸有成竹 第一手呢 他先不想 有的人他是什么 上来后先做一个节 抡上来 当对手 就是说一打节的时候 人家一提白棋突然发现 自己一个节都没有 那是不是只能等死 第一手他为什么怕打节 因为他下棋太快了 他不思考 明白了吧 思考的太少 这个左上角这个 刚才大家已经了解了 那我现在再考一个问题 抢答 请问这个棋 白仙什么结果 你演出 还是打节 还有不同意见吗 你先坐下 苏后铭 白仙黑死是吗 是打节吗 不是 苏后铭头脑非常清醒 白仙 收气 黑棋收气 白棋收气 黑棋提节 白棋说 谢谢 不陪您打节了 提了 你演出 计算 有失误 对 来先黑死 再提个问题 黑棋 什么情况 张凯雄 打节 对 黑棋打节 因为白棋 是不是三棋加节 然后黑棋 第一步棋 先收外棋 然后白棋收气 黑棋提节 这个棋 有节材 对 白棋不能紧气了 白棋只能找节材 这个节 叫做紧气节 就是说 如果黑棋 提 节材有力 白棋没有节材 黑棋就把白棋提掉了 如果白棋 节材有力 他提回来 黑棋找不到节材 白棋是不是就把黑棋杀死了 因为你再提节 没有用了 再提节 人家把你提 对 所以这个节 只要有一方 差异没节材 就被杀了 是缓期节吗 不缓 紧气节 好了 总而讲 这个是咱们第一道例题 希望大家对节杀有一定了解 而且要学会了 暑期 第一道题的暑期 比较简单 第二道题 左下角这道题 暑期难度增加了 大家请看 黑棋是什么状况 快点计算 数清楚的同学可以举手 关键 关键要学会了方法 方法特别重要 不要死机 被一道题 你把方法会了 你以后一百到一千道 一万道都能答出来 你方法不会 记住了一道两道三道没有用 所以大家学会了举一反三 现在学下数气的方法 现在黑棋 左下角 是什么状况 完整的说出 徐四纯 三气加节 请坐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李文博 四气加节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林哈蒂 两气加节 好了 现在 大概有三种答案了 还有没有五气加节呢 没有 那现在有三种 两气加节 三气加节 四气加节 二三四加节 大家证明 在这个节都有概念了 能说出加节来 你这一节课就没白来 那到底是几气 再给大家五秒钟 你再仔细看一眼 然后大家能统计 如果统计答对了 就可以加分 现在先不要举手 大家统计 时间大 认为黑棋是两气加节的请举手 认为黑棋是三气加节的请举手 六位 认为是四气加节的请举手 十六位 四气加节这么多 那现在谁来上来给大家数一下 展示一下 上来同学请侧身 像老师一样侧身 不要挡着题 让小朋友都能看见 我找一位 先来上一下 李庚新 来 让咱们美女先来上来数一下 对 像老师一样这么站着 对 一 一 二 三 四 四气提光 对 所以四气加节 是吗 回答正确 刚才选四气加节的同学 每人加一份 非常棒 这道题是四气加节 刚才已经看了 一 二 三 四 四气加节 但这四气加节 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被杀死的 因为这是不是有个节 对 是不是得看节财 只要有节财 就算假设白气有八气 有八气的话 想杀四气加节 他是不是也得看节财 没节财 对 但是缓气多的话 黑气也不容易 对 不一定好打 但是我告诉大家意思就是 打劫一定要先把节财算清 才能动手打劫 否则的话 容易失败 看 白气 稍微有点难度了 白气是几气呢 然后白气是什么状况呢 完整的说一下 快点想 李一宁 四气 请坐 还没有不同的意见 赵洪帆 五气 五气 还没有不同意见 王一凡 六气 六气 现在有四五六 还没有不同意见 你说 三气 三气 现在有三四五六 好来 八二放眼 这个白气 三四五六 是正常的 对不对 正常范围之内 那四个里面 只有一个是正确的 现在我做个统计 刚才所有人都计算过了吧 那现在请问 你计算是三气的请举手 好 我看到了 老板放眼 四气的请举手 老板放眼 五气的请举手 五气 老板放眼 六气的请举手 这回平均了 每个气都有四五个人 是吧 三四五六 那大家对这个有分歧了 那这道题真正的要大家了解 怎样才能数出气来 好 现在 我找人给大家来上来数一下 看他会不会 孙建成 侧身 一 二 三 四 五 五气 好 我信 所以人家说 白气有一 二 三 四 五 不同意他的 刚才说的 他这几气 是不是花几手 把他提掉 他这几气 这里面是不是已经紧了两气了 苏厚明 看苏厚明 你用黑气 花几不及提掉 他几气 来吧 你来走 一 侧点身 侧点身 你先等会 待会咱们再讲 苏厚明 好了停 停 可以了 你回去吧 苏厚明 你收了半天气 你到底花的几步气 你算清了吗 三六气 他花的六步气 还有一些 还有一啥子 现在这条题 大家出现了分歧 有人说 先从这个景气 有人说先从这个景气 而且收集过程中 当黑气叫声的时候 说白气也提了 白气也跟着走了 那到底来怎么 他来计算他的气呢 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样的 希望大家记住 在收气过程中 你走出了后手收气 才算收一气 才算对方的一气 记住吗 走出了先手 比如说你扑 对方跟着你硬了 他一提 那你那手气不算收气 因为他硬了 对他硬了 他腾出手来收你气吗 没有 他是不是 比如说 你看第一气 是不是后手 然后这步气 不管走哪个 是不是扑 打吃 白气提掉 这手气 他走到这里 然后你白气跟着一硬 那这手气就不算收气 二在这里 是不是后手 三在这里 四提掉 白气提掉 我就不拿嘴了 所以这道题 白气是四气 我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大家记住收气的要领 首先要先收外气 先收外气 然后再收内气 扑是先手后手 算气吗 不算收一气 所以第一气是不是在这里 后手 外气 扑先手 不算收气 然后点是后手 才是第二气 再扑 第三气 对 第四 是不是提掉了 有一位同学 刘子霄提了个问题 大家请看 B先生 警告你一下 这个 第三气 有人说 这不是第三气 因为白气是可以提的 刚才这是不是第二 没问题吧 你提的疑问是第三 在这里扑的时候 白气可以杀你 那我问你 我第三走到这个扑的时候 你跟不跟我走 走没走 走了 那我这是先手后手 先手算收气吗 不算 那现在 我是不是收了几气了 还是两气 然后 三 四 不管你提不提 你都是几气 德子枪 你看明白吗 你提和不提是不是一样的 都是几气 都是四气 有人说 那刘老师 那个当黑气扑第三气的时候 白气还能提呢 白气再提是不是自杀了 对 那现在 那现在 他这个再提 我是不是第三气还没收 因为我连续扑都是先手 你只要硬了 那你是不是白气出现了 滚招了 对啊 不不 这个提 停 这个提是否变成了 变成了 你让我先手了 那白气是不是失误了 自己是不是缩短一气 对 这种情况在咱们的下棋中会经常出现的 比如说咱们足球场是不是会出现乌龙球 乌龙球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知道 他追到自己的玩意 对 大家看 那这个 白气提 黑气再扑 那白气这个提就叫乌龙球 这是我自己进自己一份 自己往别人 对 自己进自己球一个门 自己 对 自己门里啊 通过这个提大家了解了 就是在收气过程中 你一定要记住了 只要走出了先手就不算收气 走出了后手 才算收气 因为走出了先手对方是不能收你气的 比如说现在黑心看着 对杀一下试一下 挡住 白气 白气是不是会收气 然后扑 白气敢来收气吗 不敢了 问题了 对啊 所以这算收气吗 不算 因为你要走这个话 才算我收你气 你收我气 但是你现在在这里 那现在我再点 白气 现在黑气是后手 白气才能收气 然后黑气再扑的时候 白气是不是就死了 到底画了几步气 杀死了白气 这不画了四步气吗 这不是第四步吗 提得了 是不是 好了 这道题 大家了解了 就是有点疑问的 就是说当你走出了先手 算不算收气 现在还有没有不明白的 那现在看一下右上角 这个题跟左下角 这个不一样 这个题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黑心和白气对三 真正的对你要求实战能力 一个考验 假如说实战能力出现这个情况 你怎么办 就真正的吓成这样了 黑心你应该怎么办 对下 有人说要比气 是要比气 那怎么比气呢 数气 像刚才咱们说 几气几气 然后再数一下 然后收气怎么办呢 下一个人 李时宇 你说一个坐标点 一排十六 一排十六 是吧 你为什么走一排十六 而不是收气呢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说吧 你做成这个有什么好处 那最终形成什么结果呢 李时宇 现在白气是不是会收黑气的气 然后黑气收白气的气 白气再一提 这就形成一个大结了 李时宇回答得非常好 可能会有同学会想 那我为什么不收气呢 收气李时宇说了 刚才会被打吃接不归了 直接就死了 直接比气比得过吗 比不过 那比不过的时候 李时宇教给大家一个 就是在直接收气 杀不死对方的时候 你要学会了 坐结来抵抗 坐个结是不是有弹性 对手能直接杀死你吗 不能 而且黑气形成了 一二三 三气加结 白气是三气 那白气想杀 黑气必须打结了 黑气会竞死吗 不会 所以这个防守 是最好的防守 李时宇回答得非常好 而且他的理由说的也非常的充分 再看右下角 这个是一个数气的题 刚才咱们两道数气 然后大家对数气的方法 有一定了解 现在我吹到稍微难一点的 先看一下 这道题假设黑气 白气 左下角有几气 默熟 王玉涵 马玉涵回答得非常好 谁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上来演示一下 你来 侧点身 对 第一步起 是提了 第一气提是后手 对吗 先手就不算手气 对吗 那现在第一步起后手 然后呢 第二气在哪里 对 然后呢 继续 第三气 然后呢 第四气 所以白气有四气 请回 对不对 对 加一份 那现在 黑气有几气 黑气 黑气有几气 有点难度 这个黑气 气 比较长了 大家用心算 默熟 不要出声音 不要干扰其他同学 看谁能数出来 如果这条题 你能顺利数出来 那你这节课 绝对的完美 完全了理解了 我先找人来抛针引玉 给大家提示一下 徐次线 武器 他认为这是武器 还有没有 不一样的 李文博 武器加节 李文博给 给徐次线补充了一个武器 加节 他加了个节 还有吗 王一帆 六气 六气 有三个答案了 再找一位 哈利波特 四气加节 好了 现在有四个答案 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的 三气是不是肯定不止了 肯定不止三气 所以有人说了 这个第一个答案是四气加节 第二个答案是五气加节 第三个答案是五气加节 第四个答案是六气加节 所以现在 我是六气不加节 六气不加节 好 那现在六气不加节 那现在有四个答案 有第一四气加节 第二五气 第三五气加节 第四六气不加节 好 那就是六气 不加节就不用说了 老五气加节和五气差 五气加节和五气一样吗 差个节可了不得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 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个武器 人家假说对方也是武器 你是武器 他先动手说把你净杀了 如果你是武器加节 你容易死吗 不容易死 你这个只要有节 你就可以把他打爆了 就算气不够 你只要有个节在顽抗 他容易杀死你嘛 气也不容易杀死你 你说不好听 咱们下棋过程中 是不是有了还可以做赖皮节 赖皮节 赖皮节就算赖一点 我是不是撑住这个节还能打死你 所以一个节大家不要小看啊 不要落下这个节 连环节 连环节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连环节会有一个劫财仓库 无穷多的 对你提一个他提一个 对要有劫财仓库可了不得 以后遇到打劫 你就可以把他打爆 是吧 那现在统计一下 最后一道题啊 说你是觉得数出来四气加节请举手 八二范圆 五气的请举手 五气加节的请举手 五气加节的很多 六气的请举手 一位 好了 到底是几气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刚才咱们说过了 只要走出了先手 就不算收气 后手才算收气 第一手 是先手后手 后手 黑棋要接吗 不要 要接瞬间就被扑了 还一气了 这要一二三气了 那黑棋没救了 所以第一手机黑棋肯定脱先了 然后白棋提的时候 这时候黑棋要不要提 对 要拔 不拔的话就没有结了 所以他要拔 所以这个第二手提掉算收气吗 不算 到现在只收了一气啊 就第一手提一气 然后提掉不算收气 拔 拔是后手拔 第二气 对 第二气 第三气 第四气 第五气 所以确定了 已经是武器了 但是在收气过程中 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 有个结 所以这个黑棋是武器加结 在收气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这个先手和后手 先手就不算收气 后手才算收气 有人刚才老是转不过弯了 还有一个就是 缓气太多的结不能打 只要缓两气 缓三气以上 那这个结你就不能打了 缓气 对 缓气结不好打 就是缓气 比如说这样 这下题是 刚才张凯雄非要提问 什么叫缓气呢 比如说现在白棋 白棋提了 那现在黑棋 是不是打吃 白棋是不是再来跟黑棋收气 那他每收一气 黑棋是不是就可以先提他 而且先提他 他只要没有结他时候就被黑棋提光了 就算他有结他找结他提回来 黑棋是不是还可以不理 找结他可以不理也可以 因为不理的话你杀不死他吗 杀不死 你还得提再提再提再说 他是不是有五气加结 你只有两气 所以至少缓三气结 打得了吗 打不了 打这个结你得累死了 那你也有个结材仓库差不多是吧 今天咱们讲的结杀 总结一下两点 第一要注意数气 首先数清楚到底是几气 加不加结 第二就是气相差太多情况下 像这种什么缓三气结就不要打了 另外还有就是在对杀过程中 有的时候直接收气 取得不了好的效果的时候 要学会做结来抵抗 像李时宇刚才这个做结 就给大家一个启示 做结可以顽抗 不会被对手净杀 他想杀我必须怎么样 通过打结 对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有请不吝卸 就是 下词 走了 人 吶 佐洋 ー 请不吝卸 我们下课